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时候男电影需要一个戏剧冲突 虽然是一个爱情故事 但是爱情这个东西 男女主一上来是不可能有的 你想都不要想 男女主之间一定要有那种生理性的厌恶 就是我看到他一眼我就想吐的那种 这个厌恶有可能是因为男主有洁癖 也可能是因为女主给男主开了罚单 还有可能是因为女主弄丢了男主的东西 哎 你就看这个细节 男主都拖成这样了 还有东西往水里掉呢 你之前往哪藏的呢 有了戏剧冲突以后 男主不可能不生气 一定要把他家暴的气势拿出来 不拿出来怎么当长官 怎么当男爵 这里的精髓就是绝对不要把女主当人看 把他这个脸捏上 墙上按哈 衣服扯哈 肩头背哈 我觉得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啊 很快就可以看到男主把女主塞冰箱里 塞抽屉里 塞饮水机的水桶里 塞到李查的姑妈的裙子里 就这操作啊 放在现实里 女生那是肯定要报警的 但是在网大里 女主绝对是要逆来顺受 并且由衷的感叹 这男的也太帅了 男主也一定要特别不长记性 上一秒还让人家滚蛋 下一秒两个人就要坐在一起烤火 然后接下来剧情的走向可以有两种发展方向 一种是女主看不起男主 只是他的鼻子骂他不就是有点抽钱吗 因为你是一个每次请客都要去五星级酒店 每天都换不同的衣服 每个月都换不同豪车的 啃老族富二代 男主很生气 我就看不懂了 能被女生指着鼻子骂你不就是个富二代是件多么幸福的事啊 为什么要生气啊 你是不是还想把它塞到冰箱里啊 那这种发展方向呢 是为了满足女性看这种剧的情感需求 但是事实上女性对这种剧是没有需求的 所以剧情的发展呢 就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那就是男主看不起女主 这里面最简单的做法呢 就是让男主骂女主丑 但是就男主的长相 他确实骂不出口 所以更直接的操作是啊 男主质疑女主的身份 比如说女主想给男主贴个水果 男主只要看了一眼就立刻能意识到 训练过啊 哪里训练的 屠宰场吗 这贴水果的姿势你都觉得有问题啊 你怕不是个水果忍者哦 但是你猜怎么着 不管女主是什么身份 这个时候男主一定要发现自己深深的爱上了女主 就不管他是谁 老子先就非他不娶了 等剧本起到这里啊 基本上就差一个高潮了 这个桥段一定得是英雄救美 你也不知道女主怎么回事 就非要把那种混混者给一下 然后他就被抓了 为了让戏剧性更强一点 你可以就光明正大的在马路上抓 这里我想忠心的问一下 你们抓就抓 能不能给路过的货车司机一点面子 这大白天又是杀人又是绑架的 你让人家路人怎么想 你说就这个无法无天的样子啊 像不像是十一欠了一堆事没做 但是就是不害怕的你 最后的结局啊 那就是男主出现了 就喊女主了 两个人互诉一下中场就差不多可以圆房了 看到这里啊 你就基本明白了一个网络虐亲爱情大电影的创作流程了 但是你以为这就可以算是一个合格的网大编剧了 那你还差一点精髓 那就是对成本的控制 这个电影系列一共有25部 其中24部的主题曲都完全一样 好了 这里其实我说的不是很严谨 因为这25部里我只看了七八部 但是就在我仅有的几部乐片经历里主题曲都是一样的 那我为什么不说这25部的主题曲都一样呢 那是因为我对导演的人性还有一点点期待 我希望在我没有看到那十几部里能有一部有一点点不一样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啊 这个系列电影是付费管看的 那我们就从转发评论的小伙伴里抽一个送你视频会员 让你一次把这25部看个够 当然如果你对言行片不感兴趣啊 我也可以理解 毕竟片子里导演已经说过了 幼稚的人都单身啊 学习不好的人才谈恋爱呢